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聚焦今日时事仲冠美国资讯 欢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国》 我是马彦林 今天是2022年6月16日星期四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在全美仍然不断发生针对亚裔的歧视和袭击事件之际 蒂特律开始纪念40年前 被两名白人用棒球军殴打致死的怀约疑问 陈果仁并承诺该市致力于打击这类暴力犯罪行为 当日蒂特律师府与陈果仁40周年纪念联盟合作 展开为期四日的纪念活动 活动期间将举办多场讨论 并播放相关的纪录片 亚裔法律辩护与教育基金高级律师马克指出 陈果仁致死是亚裔的一个开创性时刻 他说虽然受限犯罪仍然存在 但陈果仁一案确实点燃了亚裔的路火 1982年6月19日 是一间汽车厂担任工程师的陈果仁 到了底德律高地公园的脱衣无俱乐部 Fancy Pants Travel 参加单身派对的时候 和两名白人男子发生了争执 这两人是父子的关系 是一间汽车厂的员工 当时日本汽车工业对美国本土汽车行业造成了严重冲击 因此实业汽车工人对日裔极度仇恨 你两人不以为陈果仁是日裔 于是将汽车工厂裁员归咎于他 陈果仁离开俱乐部之后 你两人仍然一路尾锤去到一间快叉店 然后用棒球军攻击他 直到将他打死为止 此后 你两人虽然被捕被起诉 但法院只是判他们三年的换刑和罚款3,700美元 审理这件案件的法官考夫问当时辩称 你的人不会出去伤害其他人 刑罚不是要和罪行相称 而是要适合罪犯 该判决引起了全美亚裔社区的极大不满 并且引压了全国抗议活动 这件案被视为亚裔参与民权运动的关键转折点 虽然陈果仁被白人嘔打冤死的事件已过去40年 但近年来美国针对亚太裔的袭击就由真无减 马克自出 最近因为新冠疫情和反华言论而出现的反亚裔暴力事件 和地缘政治有关 他们在说辞中妖魔化中国 研究和维权组织停止受恨亚太裔透露 其中近62%的事件 背后是对种族、民族和祖先的偏见 去年4月 61岁的华裔十方老人马耀叛 遭到一名飞鱼男子由背后襲击 头部被反复踢他陷入昏迷之后 在当年12月31日死亡 6月16日房贷业巨头房地美发布最新报告显示 自当日美国30年期房贷利率已表升至5.78% 单星期涨幅创下历史新高 政府支持的房屋贷款机构房地美当日报告说 过去一个星期美国30年固定利率的房屋抵贷贷款利率上升了超过0.5% 几乎是一年前的两倍 利率意味着 如果在购买一套价格约为40万美元的房屋 在支付20%的投款之后 每个月房贷的还款额将会是1874美元 而去年同样的一套房子的月工只有1335美元 两者相差了500多美元 截至6月16日 15年期固定利率的房屋贷款利率上升到4.81% 原告于去年同期的2.24% 5年期浮动利率的房屋贷款利率 约升至到4.33% 亦都原告于去年的2.52% 范迪美首席经济学家薩姆卡特当日发表声明说 较高的房屋贷款利率是通胀预期和货币侦转变的结果 6月15日 受各州预定 目前 佛罗里达是全美唯一一个没有向联邦政府提交申请的州 它抱怨疫苗分发的过程令人肺解 6月15日 佛州卫生厅发表声明说 他没有向联邦政府预订针对5岁以下的儿童新冠疫苗 报分原因是在他不建议所有儿童都接种新冠疫苗 而在6月14日的截止日期之前 其他49个州全部下了订单 佛州卫生厅的声明说 各州不需要参与令人肺解习的疫苗分发过程 特别是在联邦政府曾经制定不一致和不可持续的新冠防疫政策的情况下 监禁卫生厅不建议所有儿童接种新冠疫苗 我们选择不参与疫苗分发也不奇怪 6月15日 联邦食品为药物管理局FDA的专家小组 一致同意推荐辉瑞和Moderna公司各自研发的幼童新冠疫苗 被他们获得了紧急使用授权 从而加快了疫苗分发 孩子们最早可以在6月21日就开始接种疫苗 佛州卫生厅由该州医务总监拉达波领导 他曾直言不畏地对新冠疫苗表示怀疑 6月14日 达拉波告诉媒体他反对年幼儿童接种新冠疫苗 6月16日 NBC News报道说 总统拜登今年4月曾经说给国货部长奥斯丁 和国务卿布林肯 在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战争方面 他们的操持要温和一点 在4月底的一场记者会上 奥斯丁曾经说 拜登政府希望乌克兰赢得战争 希望看到俄罗斯被削弱 没办法再像入侵乌克兰这样行事 随后布林肯公开支持奥斯丁 希望削弱俄罗斯的言论 被媒体捉住大肆炒作 多名现任和前任政府官员 告诉NBC新闻台 在随后的电话会议中 拜登说给布林肯和奥斯丁 他认为他们的言论太过了 要求他们缓和语气 据介绍 拜登担忧奥斯丁的言论 可能会刺下不刺实际的目标 增加华盛顿被捲入和莫斯科直接冲突的风险 日明消息人士爆料 当布林肯和奥斯丁谈论护克兰获胜 获胜的时候 拜登很不满意 他对这种言辞不满意 俄罗的冲突已发生了113天 预计将演变成为一场抗日持久的战争 乌克兰总统就能司机正在请求美欧支援更多重型武器 以抵抗俄军炮火的猛烈攻击 他见称不会在领土上问题让步 然而接受采访的7名官员之一 告诉MAC新问题 美国官员越来越担心乌克兰的立场站不住 他们私底下说 乌克兰总统应该要改变他的公开立场 变得稍为抽炼一点 美欧的官员和专家认为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试图 称顿巴斯地区为俄罗斯的领土 就连司机介事将会不得不通过谈判 达成和平协议结束冲突 拜登政府坚持说 他们不会以任何具体条件 向基普施压要求他结束战争 并且正在为一场长期的战争做准备 6月3日 拜登称 我们从一开始就说过 我也一直这样做 不是每个人都同意我的观点 和乌克兰有关的事 离不开乌克兰 这是他们的领土 我不会告诉他们 应该要做些什么 不应该做些什么 6月16日 总统拜登接受美联社专访的时候 盛应 美国民众经历了新冠疫情 经济波动 和冲击家庭预算的油价飙升之后 情绪真是真是很低落 当日拜登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接受美联社30分钟的专访时 讲到经济学家有关美国可能走向衰退的警告 他说 首先你这个病不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在克服通货膨胀方面 我们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有优势 拜登称 他之所以感到乐观 是因为目前的失业率只有3.6% 而且美国在世界上 亦拥有着红厚的实力 他说 要有信心 因为我相信我们比世界上任何国家 都更有能力掌控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 这个不是夸张 这个是事实 不过 当讲到当前美国民众的整体心态 拜登承认人们的情绪的确很低落 6月16日 国会参议员郡市委员会23比3的投票结果 通过了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值得关注的是 当日通过的版本在拜登预算要求的基础上 增加了大约45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 今年3月底 拜登公布的国防预算开支是8130亿美元 在参议院版本的法案中 2023财年的国防开支总压为8576.4亿美元 根据该法案 8173.3亿美元将分配给五个大楼 296亿元将分配给联邦能源部 另外106亿美元将会用于 立法管轄范围之外的其他国防活动 现在 该法案被提交去到参议院 需要经过全体参议院的审议和投票表决 众议院版本的国防授权法案 给五个大楼分配7725亿美元 给能源部分配295亿美元 另外4亿美元用于国防部之外的其他相关活动 一旦众议院通过他的法案 两个版本将会协调成为一个法案 由众议院和参议院全体表决 国防授权法案是一项政策法案 没有预算的权力 因此国会仍然需要通过一项撥款法案 6月16日 Tesla首席执行官Elon Musk 首次参加了Twitter全体的会议 并且在会上告知员工 人们应该要被允许在该平台上 说非常离谱的事 但Twitter可以限制这些内容的传播 至4月底同意以440亿美元收购这间社交媒体巨头以来 这是马斯克首次向Twitter全体员工发表讲话 马斯克称 Twitter需要给人们更多的空间 给他们倡所欲言 只要不违反法律 他还说 Twitter亦都需要确保给人们放心来到平衡这一点 例如限制内容传播 否则就会失去用户 据参加会议的员工透露 马斯克说到了可能的产品变化 还建议Twitter使用验证作为 在平台上对内容进行排序的一种方式 当未问及是否可能裁员的时候 马斯克并非否定有这个想法 说Twitter需要变得更健康 他接着就说 任何一个工作出色的人都没有什么好担心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全部内容 感谢你的收听和观看 同时记得订阅格律传媒频道 获得更多精彩内容和最新消息 我们下次再见